7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时,那是一个占地150平方米,重达30对的庞然大物。 尽管如此,你可能想象不出这个庞然大物的计算速度,还不如现在你手中那个小小的手机。 这一切,很大程度得益于继承电路带来的改变。 改变如此之据,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时周年时第一次提出集成电路构想的英国科学家达默大概也没想到,Dufel曾经的庞然大物萎缩的方寸之间,已经运用了纳米级工艺的集成电路,被称为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计时。 今秋10月,2018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将在京启动,届时全球顶尖电子技术将会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让人们有机会领略代表全球最前沿的电子科技帮寸之美。 据悉,2018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将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链协同巴掌,为主题,举办今月二十场学术会议,和包含十一大专业特展的博览会,是集成电路产业成果展示的省会,和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交流平台。 其中,学术会议部分包括世界集成电路大会,2018北京国际委电子研讨会,第五届全球传感器电子器械高峰论坛,即中国物联网用峰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联盟论坛,四个主论坛和十多个专题论坛。 来自全球顶尖高校,研究机构和集成电路企业3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领袖,将来绕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传感器电子源器件及其制造,规机光电子光学器件,生物医药医疗大健康,无人驾驶智能网联系能源汽车,人控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未来通信物联网IoT,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硬件, 集成电路产业投罗斯洽谈等多个热点话题开展高水平全数交流,博览会展出面积约2万平方米,将围绕创新主题开展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等11大展区展示。 北京市电科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助理,产业研究室主任张燕告诉记者,随着物科、物理浪、传感器、智能终端等高新技术领域,对芯片需求的持续增长。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示太迅猛,作为国内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一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形成其制造、裁量、装备、零部件及封测,设计企业在内的完备产业链, 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自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北京在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布局中的领先地位。 2018世界集成电路大会之所以选择于此,与其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身份且关联。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将打造中国最大的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立先进生态体系,领略电子科技方寸之美。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咯。